衛援台南麻豆的私立 臺灣首府大學 在十七號宣布要全面停辦 引發校內很多教職員 和學生的反彈 扣除了應屆畢業生 大約是有六百位學生 要被迫轉學 和學生組成自救會 兩百多人在校門口陳情 要求原校就讀 原校畢業 舉著布條喊著口號 大約兩百名臺灣首府大學的學生 齊聚校門口 就是要把學生的訴求 轉達給校方 在學校沒有停 真正的停辦計畫之前 學校的校務運作 是要正常 正常行使的 那因為在昨天 我們應該要 同學們應該要 開始正式選課 但是選課的系統 一直讓同學進不去 所以導致我們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學校都不讓我們選課 那我們該怎麼辦 尤其外籍生擔憂 學校停辦將會被遣返回國 創立二十二年的臺灣首府大學 決議停辦 政經外界 各讓學生以及老師錯誤 學生們組成製救會 在校園遊行陳情抗議 要求原校就讀 原校畢業 最後由校長出面接下陳情書 大家的心聲 大家的訴求 我都接受 我已經接受了 那麼我也會把陳情書呢 趕快 儘快地轉達給董事會 而校房也連續兩天 透過校長張俗中 發出公開信給師生 表示將為學生向教育部爭取 原校上課他校畢業的作法 但學生認為 校房應該能夠正視學生的訴求 更要求再次對話 聆聽學生訴求之後再決定 未來也要有正式的韓文或是書面記錄 記者我們在韓 台南報導